大家好 大家午安 民進黨是執政黨 人民對我們的期待很盛 所以對整體的執政 我們無時無刻都要精精液驗 看好我們的政策和組織 好的政策我們要落實 對於不足的政策我們要加速修法 對於溝通還不夠完善 不夠全面的政策 我們就應該要加強溝通 最近有三件事我們都要檢討警惕 第一個就是前天發生令全國人民 用固捨遺憾的台南殺警犯 除了在最短的時間抓到嫌犯落網 我們更應該要做的就是痛定失痛 該修法的就立即來修法 該檢討的我們也應該要立即檢討 像是警戒使用條例已經在立法院 所以在下個會期 我們希望儘速協商將會合作 關於關疫間的標準檢討 昨天法務部長的全市法的疫情修法 我們打開也表示 將會跟行政部門力切配合列入優先法案 保障警察的資格安全 就是在保障的安全 我們要在制度上跟裝備上 讓警察更好的執法後盾 持續並且快速地強化我們警察執行的安全 並且憾施在立法城 這件事情就是關於數位中介服務法的討案 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各地有許多擔憂及討論 目前會有這些擔憂出現 除了表示目前社會溝通圓滿不足 也表示法案內容有不周延不處 我們在台灣任何的議題任何的法案 都可以公開討論 這就是民主的台灣 也就是憲論自由 蘇院長已經對外人表示 沒有足夠公私的法案 行政人不會支持 繼續推動 所以我們今年要做的事情就是 歸零思考加強溝通 和社會會見加強溝通 凝聚共識 我也要強調 言論自由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 也是民主社會的稀釋 捍衛言論自由 就是民進黨堅定不移的立場 第三件事情就是景普在的事件 關於黑幫透過大騙情報 從事跨國人口販運 政府也正以權力動員 集結跨國會的力量 持續的透過各種管道 加速救援受騙的國人 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堅定少當這些不法組織 並且要讓主事者 受到最嚴厲的制裁 我也希望大家 大力支持第一線進行救援工作的外交 能跟我們的警察員 在這裡 我要肯定我們的福利法委員 默默奔走 已經救援20名國人 陸續的安全把握台灣 最後我要再次提醒各位 針對我們的市政 任何不足的地方 都要提示的提醒 確實的檢討 加速的改善 以及積極的維吻 這才能夠呼呼民進黨 青年行政派響的這塊招牌 謝謝大家